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它这个呢就是白色然后有包着金边的这种就是比它就是正常款的那种呢就是看上去更更好看一些 可能是它之前的那个棕色的感觉看久了就有点艳了然后突然之间它出了白色的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看的好看 它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是就是磁铁的那种呢你就不用很费力的去打开 然后打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它这个呢它这个镜子就是只能开到这里它不能全开 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高光然后这个是腮红然后这个呢就是眼影 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暖色盘呢就是更适合就是大地色 然后也比较适合这种亚洲人吧就是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试色吧 那我现在呢已经上完底妆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先拿一个就是比较平的一个刷 然后呢占取这个这个颜色 然后呢我们再占取这个下面的棕色中间靠后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再占取这个下面的棕色中间靠后的位置 OK然后呢我们再占取这个最深的颜色打在眼尾的部分 好然后最后呢我们放下刷子然后用我们的手指 占取这个带亮片的部分 然后呢打在中间的位置 就是中间偏上一点点 好了那么眼影的部分呢就画完了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吧 好了 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眼线然后勾勒一个轮廓然后画上几只睫毛 好那么如果想要在眼睛周围就是润色一下的话呢 其实可以换一只小一点的刷子 就这种小号的毛刷 然后占取这个就第二个的颜色 然后呢画在下眼 然后呢再用眼线呢画几根下睫毛 然后看上去呢就像你真的戴了假睫毛一样 然后呢来占取这个高光 我这边呢是有高光的我这边是没有的 然后有高光这边你们可以稍微看到有一点点橙色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高光了 它就是会给一道橙色的闪 这个颜色感觉呢就像是Cherlotte Tilbury的那个遮瑕的颜色差不多 就都是那种就是黄色的闪 然后呢就是更贴近皮肤一些 然后这个的话呢它可能更橘一些 所以感觉有点像微微的打了一点腮红的感觉 真的很闪 好那今天的这个阴影的话呢我们用的呢就还是Pony Effect的 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混一起的画出来的笔影真的超级美 好 OK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换一个圆头的瓶刷 然后呢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腮红 一样就是刷一下就可以了 它这个真的还很上粉 OK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它跟高光配合起来用就有一种渐变的效果 就是前面是橘亮了 然后到后面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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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红起来了 真的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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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亮橘色 然后我觉得 嗯 其实Canmake的那个 就是印花的那个橘色腮红也很好看 但是那个它就更黄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呢就是 更亮一些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没有办法能够 就是很难找到替代品吧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从容器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闪呢我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然后这个腮红呢它也不是说是特别特别的红的那一种 但是它就只要轻轻一刷它就特别上粉 我觉得这两点呢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所以综合来讲 我觉得这个盘我可以给它打满分十分的话 我可以给它打八分吧 还有两分呢就是它是不配刷子的 所以刷子呢是让你自己去去配的 嗯 就是这样 它也不掉粉 然后也不飞粉 整体感觉都非常好 所以就是也给它打一个高分吧 好 那么今天的口红呢 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个Suku的08号 这个也已经是去年 去年 15年 新春季初的那一个颜色 嗯 其实这个颜色跟腮红的那个颜色也非常的像 然后我们再用 因为冬天吧也是比较容易干 所以我们今天在用的就是兰蔻的这个 小鸡尾酒啊不对 是小的纯油 154也是一个橙色系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润 但是它就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很容易就是就没了 就比如说你可能就只是喝一口水它就没了 或者是就是很容易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要一直随身带着 然后一直 好啦 今天这个妆容呢就化完了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点赞我的呃 视频频道 然后以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shriemakeuppopmua 所以我会定期在那里更新 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美妆的小心得 然后有一些 品牌的一些分享 然后还有一些视频教程 还有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一件呢 就是来自于 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衣服的品牌 叫bio 然后他这个品牌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老板娘 经营的 所有的款式呢全部都是他自己亲自去挑过的 所以就是质量也非常的好 然后呢 产品也有保证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或者想要去试一试的话呢 这家店的链接呢就在这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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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